说起丰田的功勋车型 小编今天带来了一款比较冷门的系列 它就是丰田的普瑞斯 这款车对于丰田混动技术的推广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也是丰田首款搭载混动系统的车型 如今普瑞斯也再次完成换代 全新的设计理念配上全新的动力系统 使得它的竞争力得到提升 但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款车的价格已经来到了32,250美元 从这个价格上看 未来若是引入国内 已经没有任何价格优势 所以对于它未来的前景 小编并不看好 这款全新一代的普瑞斯 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 我们从侧面上看 整部车呈现出了一种歇形的结构布局 流畅的线条丝毫不输主流的轿跑车 而且就连腰线也都采用了流线型的设计 前后轮煤以及车顶 也展现出了超强的流畅度 对比目前的丰田车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车头位置 新车首次采用了回旋标的大灯 整个前包围也与车身形成了整体 更有一种3D打印机的成果 前包围中央的T字形布局为银色装饰 整个时尚元素还是得到了延伸 尺寸方面 这款车的长宽高已经达到了 4600毫米乘以1780毫米乘以1430毫米 轴距2750毫米 其轴距尺寸也已超越大众老一车型 所以尺寸上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来到车尾 整个尾箱形成了门字形的结构布局 上方还配备了贯穿式LED尾灯组 相比大众朗一等车型也更具辨识度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 这款车的尾部还选用了隐藏式排气布局 也保证了新车的完整性 进入到内饰 新普瑞斯也做了全面的调整 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采用了全新的结构 前置式的仪表盘与法系车的结构比较相似 中间则是一块大尺寸液晶中控屏幕 下方还换装了电子式换挡机构 整个内饰的质感完全不输现款的宝马5系 双层的中控台内侧还点缀了部分红色镶嵌 也带来了更强的运动元素 再看动力 这款全新一代的普瑞斯 由TNGAC平台所打造 匹配了最新的1.8升油电混合动力 2.0升油电混合动力 以及2.0升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变速箱换用了ECVT变速箱 部分车型还将提供四驱系统 新车已经在北美市场正式开手 售价32,250美元